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原定在昨天会晤国盟总秘书韩沙在努丁 商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 但据了解首相临时取消会议 令团结党宣传主任旺塞夫大感不满 团结党甚至动言要撤回对伊斯麦沙比里的支持 新报报道旺塞夫透露 双方原定在昨天下午两点半会面 但是首相办公室却在前一晚通知取消会议 旺塞夫说由于伊斯麦没有遵守委任副首相的协议 因此团结党正在考虑撤回对伊斯麦的支持 据报道团结党最高理事会在星期二达成基本共识 如果无法说服伊斯麦遵守承诺就有必要撤回支持 报道也引述团结党蓄理主席阿莫费沙抱怨 政府扣押团结党议员的发展拨款 导致他们在选区的行动受到影响 一些团结党领袖也不满被隔除关联公司职位 另外新报也报道 在这场团结党最高理事会会议之后 阿斯敏突然退出团结党的WhatsApp聊天群组 让其他领袖一阵错愕 阿斯敏授寻时拒绝解释他为何退出聊天群组 他只告诉新报团结党必须继续支持伊斯麦政府